大家上午好 刚刚的这个短视频 博士宁教授确实讲得很清晰 就是让我们对免疫力 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 我们讲过免疫力高了也不行 免疫力低了也不行 免疫力叫精准识别 精准打击 这个就是跟战争一样 我这个免疫力就像我的雷达兵一样 它会迅速发现 同样在我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两个点 哪个是敌人 哪个是民航客机 哪个是军用飞机 我们通过大小 通过它这个翼展 就是这个翅膀的宽度 还有它的飞行速度 我们能够精准的识别 这个是民航客机 这个是军用飞机 那么你还要再识别 哪个是我的飞机 哪个是敌人的飞机 那么通过每架飞机 每个国家的飞机的不同的造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雷达兵的见多识广 雷达兵没见过飞机 他就知道 这个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光点 就是飞机 那么我就指挥导弹去发射 那么你这种的 你大概率是把民航客机打下来了 你大概率是把自己家的客机 自己家的这个军用飞机打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免疫力 所得出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所谓叫什么呢 无法精准识别 然后导致的这种错误攻击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雷达兵 昏昏顿的状态 已经发现了这个 大量的 屏幕上出现了这个光点 就是有大量的飞机 向我们袭来 但是雷达兵不发出预警 雷达兵不去攻击 这个叫免疫的低下 所以叫我们对免疫系统 有几个根本性的认知 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 大家以后遇到了任何疾病的时候 你们要学会做三种分类 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属于哪一种疾病 首先第一点 我们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建议 就是这个疾病 首先第一个 它是病毒 细菌 还有什么呢 外界的这种刀伤 这些东西引起的这种疾病 它叫做外源性疾病 这个是人类的一大类 这种疾病是现代医学界 非常优秀的地方 他们能够解决的 还有一大类 就是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就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个 脑胶质流的患者 脑胶质流在哪 在这里面 在大脑之内 这个地方不会受到 任何的外界伤害 如果你被一根钉子扎进去了 导致的颅内损伤 这个就属于叫外在性的伤害 那么你没有外在性的损伤 就是你里边所产生的问题 那么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更常见的 就是代谢性问题 就是我们通过饮食不当 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 那么导致身体的应对上面的 出现的各种的障碍 这叫代谢性疾病 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 甚至包括我们所谓的高血脂 等等这种疾病 都是代谢性疾病 还有一种疾病 叫做自身免疫疾病 就是刚才博士宁教授所讲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 刚刚讲到了红斑狼疮的时候 红斑狼疮能够攻击到什么呢 我们的胸隔膜 因为人家隔膜好好的在里边 不会受到影响 红斑狼疮能攻击我们的皮肤 红斑狼疮能攻击我们的头发 其实关于我们的头发 有没有自身免疫疾病呢 斑突叫做神经性脱发 那么当我们的免疫系统 攻击了我们的神经 它发出了错误的指令 停止生长 本来我们是 你是希望头发正常生长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攻击它 让它停止生长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管任何疾病 包括我们的老师 我们内心当中 先给自己做一个分类 是外源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 还是我们所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除了这三种之外 人类不会有生病的因素 就要不是外伤 要不就是内伤 两种 内伤来自于一个饮食不当 导致的代谢紊乱 就是你的营养结构 吃的不完整 代谢性疾病也叫隐形饥饿 就是你的营养素 吃的不够 那么热量吃的太高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因为肠漏 导致的一个自身免疫调度 好 我们在这看看 这里面的一个文章 肺没有免疫力 这个就刚刚我们所谓的 短视频里面 最终也谈到的一句话 就是免疫利税 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你泡在药缸里边也没用 就是我们当自身的免疫力缺失之后 你用大量的这种抗生素来维持 是维持不住的 所以你要记住 人的免疫力 是不可能被外在的一个情况 所影响的 它是一个自发性的 那么刚刚我们在听到 那个短视频里面有一句话 是我非常欣赏的 所有不能杀死我的 都会使我更强大 这也就是在面对新冠期间 我们看这句话 我会愿意接触患者 我们的很多小助理 当时就是新冠感染了 他们新冠感染过之后 我会故意让他们 跟我在一个房间里面做直播 不会排斥他们 而你们当时很多人 遇到这个人有新冠 一个村里边 一个人从湖北回来 要在人家里挂横幅 这是多无知 多无聊的一个事情 那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知上的问题 和行为上的问题 其实就是认知 好 我们在这里面看 我们同样进入一个电梯 他们接触病毒的时间一样 会发现十个人没有症状 十个人出现症状 五个人轻微 五个人扬重 那么在同样一个环境之下 那么大家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应 那么这个反应就是免疫力 刚刚我们说了 癌细胞的表面抗原 癌细胞是什么细胞 癌细胞就是你的细胞 癌细胞不是病毒 它就是你自己的细胞 所以它的表面抗原 和你的细胞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人的免疫力识别不出来它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病毒也是一样 那么你的身体 能不能识别病毒呢 大多数人是能够识别的 所谓注射疫苗 就是给你们做了一次的提前识别 但是会导致一个问题 很多人识别了出来之后 就会出现刚才博士宁教授 所讲的第二个问题 真打不过 就是我能够识别你 但是我打不过你 这个叫做免疫力的低下 所以说我们要免疫识别 那么免疫识别不了 就会造成免疫逃逸 那么免疫力能够识别 那么第二步 我的免疫力能不能把你杀灭 这个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 当我们把病毒杀灭了 能不能马上停止 你会发现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很多健康的人感冒了 感冒了 我接触了病毒细菌的感染 好我感冒了 感冒结束之后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是什么呢 感冒之后不停 然后把慢性咽炎 慢性肺炎 慢性知识管炎 全勾得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免疫力的几个优质的标准 第一识别精准 谁好谁坏 一眼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我打得过这个坏人 还有一个杀死他之后 我就停掉 我不攻击正常细胞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新冠之后 都认识着一个词叫免疫风暴 就当我们自己免疫力 我的识别能力偏差 来了个病毒细胞 那么这个来了个异常细胞 我们人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找不出来哪个是这个坏的这个病毒细胞 那么就会对以前发生过炎症的地方 做一次大清扫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人 本来是病毒感染 然后慢慢又会出现什么 肝疼啊 这儿疼啊 前腿疼啊 这个这儿疼那儿疼的 这样的一个诸多情况 那么这就是我们导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明白不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就是让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大范围的攻击 导致这样一个现象 好 由此之外 还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根本问题 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力 跟病毒打完仗之后 病毒其实已经没有了 但是身体不停止对你的攻击 所以我们会出现了一个免疫超常 这叫做这个什么呢 叫做新冠后遗症也好 大家所谓叫新冠之后的康复过程 非常非常长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你们 免疫的自身能力的一个减弱 好 我们再看看这里面 一个问题 免疫力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军力一样 多层次递进式的防御 我为什么反对去注射疫苗 因为病毒是要先到我们的口腔 先到我们的呼吸道 我们的黏膜是第一步的免疫外网 黏膜先打一仗 黏膜打不过 那么把一部分的病毒放进了我们的肺 我们的肺再打 那么肺打不过 进入到了血液 我们在血当中再打 是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过程 但是你们呢 不敢接触天然病毒 喜欢去接触那样的一些 以疫苗为名义 注射进你们身体的病毒 导致了什么结果 我们的呼吸道没有经过锻炼 我们的肺没有经过锻炼 直接把战争放进了我们的血当中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防疫理念 所以说导致大家在病毒防疫当中 对于免疫力的这个锻炼当中 在疫情期间 你们采取了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你会发现 疫情让我得到了免疫的提升 让我得到了免疫的锻炼 而你们这种所谓的隔离 所谓的注射疫苗 让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了一种压制 也就是说等2022年开放的时候 你们的免疫力停留在2019年 就这三年以来的病毒的进步 你们的身体没有得到 所以说一开放就感染 一开放就感染 而我们疫情期间正常出差 正常往来 该坐车坐车 从来不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免疫力 从2019年到2022年是一个进步 所以你会发现 今年的很多新病毒 在我们身上也没关系 这就是对于免疫力的一个基本的训练 好我们看看这里面 第一层次 就是刚刚我说的物理屏障 但是你们注射疫苗 跳开了这个屏障 那么我们的神经系统 其实是没有得到训练的 这也就跟你们讲过 我们的鼻毛是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阻挡病毒的进入 包括我们的打喷体 要把它排出 留鼻涕 把它冲出来 等等等等 年负啊等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好第二层次 防不住了 怎么办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血当中 那么血液当中会产生一个 什么要结果呢 它要进入 要渗透过我们的周边的防守 进入过我们的什么呢 血液当中去 在我们的血液里边 会有一套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保护体系 所以日常来讲的话 蛋白质是不是完整 所以为什么以前老人说喝鸡汤 是补充我们的那个 就是能够有助于感冒 甚至有些老人说 在生长发育期间给孩子鸡汤炖天气 那么天气改善血液循环 鸡汤鸽子汤 中国人叫叫叫叫一鸽顶九鸡 那么 为什么说鸽子比鸡还要好 因为鸽子的生长速度呢更慢 鸽子的的话运动能力更强 因为我们会发现鸡有一个特点 鸡是一个不能飞的动物 而且鸡本身来讲 它的跑步的能力其实很短 鸡是能够冲刺过马路 但是它不能够长途奔袭 但是禽类当中谁能够跑得很远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你们想象一下 在所有的禽类当中 谁能够跑得很远 不会飞 能跑得很远 能想起来是哪个动物吗 鸵鸟 所以当你们去看到鸵鸟肉的时候 你会发现 鸵鸟肉属于红肉 鸡肉属于白肉 那么为什么说鸵鸟肉 它是一个红肉的结构 这是一个耐力蛋白的颜色 就是你发现牛 马 可以日行千里就不说了 日行百里是没啥问题的 你让一只鸡跑一百里 你看看那只鸡就根本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们说鸵鸟能够跑的速度 就是它的耐力很好 你会发现鸵鸟的肉 其实它的颜色跟鸡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通过肉的颜色 能够知道这个两个 就是一个给你补充的是耐力 一个给你补充的是免疫 是要对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所以说鸡红蛋白是一个作为运动健身来讲 想让我们的鸡肉生长里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蛋白质 它能够增长你的耐力性 但是对于我们的免疫来讲 白色的蛋白质 比如说像鸡肉 鸽肉 等等也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里边 其实你看大家发现鸽子肉也不是白的 鸽子肉也是偏黄 所以它都是一个飞翔时间偏长 带有耐力性的这样的一个鸡肉 它有一些鸡红蛋白在里面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要知道 人体在我们的这个 人体的免疫当中 就必须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 肺的上皮要形成自身的免疫力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对肺部的一个蛋白质的补充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 大家看到没有 当肝脏部功能不好的时候 补体产生量就会降低 那么你的肝好就一定会好 补体补体是什么 补体是由肝脏细胞所产生的 但是不是由肝脏细胞凭空而产生的 它是由肝脏细胞要有着良好的原材料 你要给肝脏蛋白质 你要给肝脏维生素 你天天给你的肝脏给它糖 给它酒精 给它脂肪 它能产生补体吗 它产生不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饮食均衡 带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是解决我们肝脏的产生问题 解决我们肺部的综合问题的 一个基本原因 好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肺蛋白的一个根本的作用 那么通过上皮细胞 那么让我们的通过 大量的摄入肺蛋白 形成这样一个免疫 中国人以前所说的 什么能够刺激肺蛋白 肺上的上皮细胞形成免疫力 燕窝 燕窝是中国人讲的 清肺热养肺的一个圣物 那么其中的燕窝酸 这是古老的一个研究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固有免疫 那么固有免疫 这个就是我们自身的 这种免疫细胞等等 我们说免疫细胞 包括谁来组成呢 免疫细胞 就是我们所谓的 自身来讲的话 包括蛋白质 维生素 等等的 来共同构建了 我们的免疫细胞 就是你这个免疫细胞的 识别力 还有它的杀伤力 还有它的新陈代谢的速度 我们跟大家讲过 每一次的睡眠 就是你的 身体的一键重启 每一次的睡眠 都是你的免疫力的 重新构建 你们看到过 我的睡眠质量 大概就能够知道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当把这样的一些知识 理解了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里边 一个最基本的评估 是什么 那么 鼻毛是不是浓密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代表着 可以通过物理屏障 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 我们的耳道 会分泌而时 会分泌而这个粘液 慢慢的粘稠会形成 而时 我们的眼睛会分泌 我们大量的什么 泪液 我们的口腔 会分泌唾液 其实这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肝功能的保护 所以人体是一个 整体形式的保护 而并不是说什么呢 我有点什么问题 我吃点什么药 你记住 你身体的细胞 没有任何一个细胞 是由化工类的药物 组成的 你习惯于靠药物 当你已经被 在这么多年被培养出来的一个 靠药治病的一个思维方式 你放心 你的病好不了 天底下没有任何的一个病 除了我们的外伤性疾病 就比如说外伤 这个东西肯定要靠药 如果说 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把你的这个免疫类疾病靠药 你想把你的这个代谢类疾病靠药 你放心 你会越治越乱 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说要改变我们的一个疾病的治疗理念 好 我们这里看看 燕窝 中的秘密武器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燕窝酸 刚刚给大家讲过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燕窝是我们中国人养肺的一个圣品 那么在这里边 专业名称叫什么 N1显身经暗算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肺蛋白当中 包括在我们的 养大脑的BDNF当中都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看 在这里边你会发现 哪里面会有吗 那么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发现 燕窝酸它是一种低聚糖 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形式 燕窝的燕窝酸含量是偏高的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的脱液酸 在我们牛奶鸡蛋当中有少量的存在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通过鸡蛋里边的聚合提取 也能够把它作为原材料提取出来了 那么燕窝酸的作用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提高免疫啊 等等的大脑发育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对于N1显身经暗算的认知跟使用 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给大家看看 肺部所需要的营养素 想要养好我们的肺 我们需要看看是什么 Omega 3 Omega 3呢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亚麻子油 包括我们所亚麻子粉里边 所富含的一个植物性的结构 海藻里边也有 就像刚刚我说 那位吃三文鱼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的三文鱼 它是不吃海藻的 因为吃海藻的三文鱼会很贵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在超市里面买的是一个 有三文鱼的形态 有三文鱼的名称 但它不是三文鱼 就像醋一样 这瓶醋要接近于2000 应该没有 差不多 要接近于 这多少毫充 我看看 这是300毫升的不到2000 大概有小1000块钱 所以这就是一个同样的醋 有些醋能卖到这么样的一个价格 有一些醋能卖到个10块钱 或者说几块钱一桶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认知到的 同样的一个名称 你们吃东西跟我吃东西不一样 那么我身上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模仿我们的结果 一定要首先先要模仿我们的过程 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 要吃跟我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好 维生素A 维生素A也是一个 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通过蓝莓液黄素等等的 给大家做了一个添加剂的补充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你发现 我的我每天都会吃一根胡萝卜 这就是要每天必须要吃的东西 就是我每天所吃的东西是规律性的 而不是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觉得 是可以随意性去调拨的 包括维生素C 我今天在康布茶当中泡的是什么 沙季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补充维生素C的食物 那么我今天的包里边还会有什么呢 两根彩胶 助理拿给我看一下 我们以这个食品的这个食品表格为例 我们看一下 我今天又带来了两根彩胶 来我们看看这两根彩胶 能推到这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格 我们看看这两根彩胶的维生素C是多少 那我给你拍一下吧 可能推过来有点问题 我来拍张照发过来吧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吃饭吃的是缺胳膊短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袋彩胶 我们看看 它的维生素C海量是多少呢 每100克能够达到208毫克 也就是说这一包彩胶大概是225毫克 那就每天如果说我吃一包这样的彩胶 我的维生素的量能够超量 能够达到基本上400%多 就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正常需求量的4倍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吃呢 因为维生素C即使是吃多了 它就会融到我的尿液当中排出去 那么我们刚刚看看 刚刚我们看了两位的餐桌 你们全以熟食为主 你去哪里吃维生素C 维生素C是个水溶性非常非常强烈的 我为什么会把沙吉泡在这个水里边 因为它会融到我的水当中 那么 而且我们在这样喝的时候 我是不是 喝到了水 那么沙吉果有些 因为它外边是有一个比较硬的皮 没有完全溶出 我在嘴里边咋咀嚼 是不是连沙吉果 连沙吉籽都被我吃掉了 那么 沙吉籽里边的油 我是不是也能够通过我的身体 摄取到一部分 所以说用天然的方式 摄取食物当中的营养 很多很多的食物 是必须要求我们去生吃的 你不生吃就得不到这样一个结果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除了维生素C之外 还有什么呢 益生菌 大家看到没有 与不补益生菌的人相比 是益生菌摄入量较高的人 那么会导致风险降低20%左右 19%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如果说每天 有益生菌的补充习惯 我们有果蔬粉的补充习惯 那么像什么肺病啊 这些玩意儿 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一个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好 这个里边我们再看蛋白质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记住人体的一个比例 你们看看 脾肺 横隔肌等蛋白质含量 高达80% 那么我们是不是觉得 我吃蛋了 喝奶了 就能够补充蛋白质 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蛋白质呢 它需要经过了煤解发酵 那么我们要帮助蛋白质 在身体里边去做吸收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采取法国人的方式 补充烙蛋白 或者说采取日本人的方式 补充什么呢 豆蛋白 日本的纳豆是发酵的 法国的奶酪是发酵的 所以说发酵过的蛋白质 它对人体的使用效率 其实是更高 这个我们要对它有所认知 好 我们看看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人类在日常生活当中 红细胞大概有一个更新时间 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而蛋白质在我们的体内 能够产生诸多的营养物质的作用 支持我们多种的功能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好 人类每天8%的功能要被蛋白质所供应 但是你会发现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蛋白质的这种功能 能够由糖和脂肪在替代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 我们讲过三大功能体 叫什么 碳水 就是糖 还有什么呢 脂肪 还有一个蛋白质 三种功能方式 人只要有一种就可以 你就能活着 但是我们人类就是 以活着为基础要求的时候 你们的餐桌配比量是不完整的 那么我们说18%的能量 要从蛋白质获取 50%左右的能量 要从多少呢 要从我们的碳水里面摄取 那么这里面算20% 那么碳水是多少的 50% 还有一部分是从脂肪和蔬菜当中 摄取它的综合的这种能量比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理解的 首先一个必须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的完整性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苦心 做了一款蛋白粉的根本原因 那么能够让它在体内 彻底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你看 还有一个金氨酸 金氨酸虽然能够合成 但是量不大 那么长期供应不足 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纯本原养的一个价值 给大家做了一定的金氨酸的补充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们会看到完整的蛋白质 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 我们刚刚所讲的 烙蛋白 乳蛋白 卵白蛋白 卵磷蛋白 白蛋白 鸡蛋白 那么这个里面你会发现没有 我们这里边就没有 没有看肉类里边的白蛋白跟鸡蛋白 做了一个分割 那么白蛋白是什么呢 以鸡为代表的白色的肉类 那么鸡蛋白 其实说这里是鸡肉蛋白 叫鸡红蛋白 大家要知道 看到红色的肉类 你比如看见了鸽子 你看见了鸵鸟 你看见了红色的肉 你的第一反应 这是个耐力蛋白 这叫鸡红蛋白 那么白蛋白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鸡里边 简单去讲鸡能够跑着过马路 但是鸡不能长途跑 但是鸽子能够长途的飞 那么包括我们所谓的大燕的这种肉 也是偏红色 这是一个耐力性的鸡红蛋白 这都是我们的一种完整蛋白的一个原 一个原则 把这个电话给我一下 把它关掉吧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蛋白质的一个基本的评估 简单的说了解我们吃饭的结构 了解我们为什么吃饭 所以说再不要凭自己的想象 我这个不能吃 我那个不能吃 生命是需要完整的 你要知道不是因为 就是你的病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们简单的对自己的生活的分类 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求你们吃的 都是身体不能缺少的 相反来讲 你自己在那里自作主张 如果你会 如果你懂 你吃的吃法对的话 你的病应该好了 既然你按照你的理念去吃 你没有做的好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就证明你这个方式上一定有问题 好吧 大家要理解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这些都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 多去学就可以了